歡迎來到佩玲愛飄飄時間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今天週刊好多好美漂亮的東西喔 看起來都覺得好夢幻對不對 其實這些就是我們平常收到炸彈的同時 會接到的喜餅 但是為什麼佩玲愛飄飄時間要介紹喜餅呢 怎麼會變成吃的呢 那是用點心做點心嗎 其實也不是啦 是因為現在其實很多的喜餅公司 他們都把他們的喜餅盒做得好漂亮喔 讓女生收到之後都覺得好可愛好喜歡喔 都捨不得就是吃完餅乾之後把它丟掉 所以其實我有收集喜餅盒的習慣 那我有很多好朋友啊 他們都是造型師或者是化妝師啊 髮型師啊 所以他們都會常常就是接到比如說新娘的婚禮 要去現場當新娘秘書 所以他們都會收到好多好多喜餅盒 他們都一直丟丟丟丟丟說 這麼多盒子要幹嘛 我說什麼要幹嘛拿來給我啊 這東西有多好用嗎 我記得就是之前有介紹過一集 就是有其他的一些不同品牌的喜餅盒 都是我收集的喜餅盒 那裡面裝了好多雜物 外觀看起來很美很漂亮 但打開來其實我們都把雜物收藏在裡面了 那現在啊過了這麼久 又有一些推出不同新的喜餅盒囉 那一樣是很好吃的喜餅 跟很漂亮的喜餅盒要介紹給大家 好的首先呢我們先請大家看到的是 罕見收藏價值極高的喜餅盒 那這個喜餅盒呢 為什麼你會說 欸介紹喜餅怎麼只介紹喜餅盒 因為其實他們公司啊 也是有專門在製作喜餅盒 有專門指賣喜餅盒 那也不一定喜餅啦 比如說春節送禮啊 或者是生日送禮的話 那也可以買這些盒子回來 漂亮的盒子 然後自己裝上自己的禮物送給別人 或者是專門買這些東西回來 當你的珠寶盒都可以 首先第一個先讓大家大開眼界的是 嗯嗯嗯嗯 這一個 請大家看到這一個 好 這一個啊大家會看到它 有一點點中國風 對不對 你會覺得哎呦好傳統好復古 我覺得現在年輕人怎麼會喜歡這種東西呢 但其實不是喔 它不只像這種中國風的圖案 它有很多很有設計感的 比如說有一點西洋的感覺的 因為啊他們家的盒子 有請了很多設計達人 那是專門是很現代的設計師 而且啊他們設計的盒子 可是得過2008年的 視覺的那個設計大獎 那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喜餅盒 跨裝到什麼樣子 木頭座全部是木頭座的 打開來很精緻 欸這鏡子啊 你看喔 可以這樣子打開來 你看 立起來 然後就變成你的化妝鏡了耶 欸這樣照到鏡頭了 不好意思 好這樣子 有沒有就變化妝鏡了 然後裡面就可以放自己的化妝品 等到喜餅吃完之後啊 然後裡面就可以放化妝品在裡面 然後當你沒有放化妝品的時候 你看這又很可愛 有小熊就收到就 啊好可愛好喜歡喔 然後糖果就這樣一包一包的 我原封不動的把它放在裡面 這樣大家才可以看到它的原貌是長什麼樣 欸一打開來都是木頭的味道耶 然後 這是蠻有份量的喔 是很有質感的一個木頭盒子 收藏價值很高 讓人家說到時候會覺得說 這盒子怎麼能丟掉呢 你說說看怎麼能丟掉 這麼漂亮 而且這麼有設計感的盒子 另外給大家看到 這一個 這根本是化妝師的化妝箱嘛 你看它全部外面的是這樣用那種亮皮的設計 然後打開來之後啊 我把裡面的東西拿出來了 你看它根本就是為了珠寶盒而設計的 你看這裡還有放戒指的 然後一打開來自動三層抽屜就打開來 然後還有鏡子 通常喜餅盒就喜餅盒 怎麼會有鏡子呢 你吃喜餅要照鏡子嗎 當然不需要 你看它根本就是為了 就是你吃完喜餅之後 還可以收藏而用的設計 你看好貼心喔 然後這樣提著出去就扣好了 因為有的喜餅盒 它可能只是盒子漂漂亮亮 但是它扣其實扣不緊 因為它並不是真的就專門 給你吃完喜餅之後 要拿來當實用性的 所以它扣子扣不緊 但這個扣子就扣得很緊 是不會打開的喔 你可以放一些化妝品 然後這樣帶出門 很時尚對不對 超漂亮的 好的接下來再請大家看到 他們還有很多特別的設計 你看這個 滿中國風的 這個 上面還有這個 牛酥 這樣很中國風 也是木製盒 打開來裡面 哇 也是喜餅耶 一層一層的喜餅 而且啊 我有錯是他們家的喜餅喔 還滿好吃的耶 就讓人家覺得 好開心喔 收到這種喜餅 你自己看 你有收過這種喜餅嗎 要是你說到的話 會不會很開心 超開心的吧 很漂亮 然後還有不同型的 這個 看全部都是皮革的設計 然後打開來是太極的感覺 太極的感覺 然後它這邊啊 都有一些小夾層 你看喔 欸 它有一些小夾層 是可以這樣再打開來 有沒有很多樣化 就覺得哇好特別喔 而且裡面還有附就是這種 收藏袋 還滿另類的對不對 好的 另外呢 再給大家看到他們家 給大家看到他們家的另外一個 也是這種 桶子狀的 然後東西都放在裡面 你可以收藏一些 比如說折利狀的保養品啊 或者是梳子啊 髮膠啊之類的東西 都可以收藏在裡面 或是放酒 也是OK的 有沒有 還滿特別的齁 這是 罕見 但是 G